香港人經常走很多路 很容易生雞眼 不過雞眼和會傳染的腳底油 你又懂不懂分呢 雞眼其實是很常見的皮膚問題 成因是因為我們的腳部皮膚磨擦 和我們的鞋磨擦得多 而引起的真身後皮 通常常見在腳部比較瘦壓的位置 有些人會特別容易有雞眼 例如走得多的人 做運動中得多 跑得多的人 因為腳部壓力比較多 所以會容易有雞眼 除此之外 人們經常要穿高跟鞋 或穿尖鞋 或習慣穿迫夾的鞋 都會比較容易有雞眼 生雞眼有些人會自行處理 但如果自己處理不當 有機會造成傷口 而傷口亦有機會有細菌感染 如果簡單比較輕微的雞眼 可以用暖水浸一浸腳 大約15分鐘左右 然後可以買磨皮石去磨一磨 但記得磨的時候 不要磨得太深 磨少許表面的皮膚便好 因為磨得太深 其實對我們的皮膚也是一種磨擦 有機會令你之後的雞眼更加厚 雞眼亦可以用一些腐蝕性的藥水去處理 例如一些含有水仁酸成份的腐蝕性藥水 或者同樣的雞眼膠布也會有這些成份 有很多人自己幻想了油都不知道 以為自己只有雞眼 很長時間都不會去處理 導致油越來越大 甚至乎惹去其他地方 雞眼和油在外觀上的分別 就是本身雞眼是比較平滑的表面 還有呈皮膚的顏色 和皮膚的紋路都會保留 但油就不同了 它的表面通常都不平滑 亦有機會中間會有一些黑點 油和雞眼本身的成因都不同 油本身是有機會傳染 因為它是由人類乳突狀病毒引起的 但是雞眼是不會傳染的 腳底油如果不處理的話 有機會越生越大 越來越深 還有有機會會惹開它 除了惹去周邊的皮膚之外 亦有機會惹去身體其他部位 所以建議如果有這些情況 都盡快去處理 預防人腳底油在公眾場合 就盡量都要穿鞋 包括在泳池 或者一些運動場 都要盡量穿鞋 如果不可以穿鞋的情況 都要盡量穿襪子 去保護雙腳 都要盡量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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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到晚跟金 jum 完全順順